以為用一個商宜的價錢 遭到一個深水鋪圍 開一間獸醫診所是一件幸運的事 又怎會想到一開始裝修 就已經收到入伙大禮物 是黃金滿屋 新年的時候我們收到電話 說可能有一點水泡 沒有很多水湧出來 可否發覺現在這裡我們隔壁的沙井 就是爆了一些不太乾淨的水出來 因為這個就是剛好 兩條沖都是去這個沙井 對 沙井位亦比較淺 所以可能前面一室就先倒灌到這個 業主簽約前跟關小姐所說的內容 和現在現實所發生的事 完全是兩回事 在租的時候我都知道有少許問題 他跟我提過 前面那兩個沙井 基本上可能有機會有些東西滲出來 所以設計上 我們故意搞到那裡是一個外面的地方 就不太影響我裡面所有的儀器 我問了他們幾次 其實是爆得多厲害 或者是一年會有多少次 租不租的時候我可以自己去衡量 但他們全都說我們不清楚 但我昨天就過去隔壁舖 跟師傅那些談過 他說原來一年都爆三、四次 關小姐的診所原定三月尾就會正式開張 但現在舖裡的這個計時炸彈 不知道何時會再爆過 這件事還未完滿解決之前 診所目前的情況都令關小姐進退兩難 師傅建議可能找些很重的東西 握住它、密封它 類似這樣的結構 但你又可以拆出來去清潔 業主環貿公司那邊也有派人過來 跟我們商量過 他們的判頭就建議 可能我們將這裡升高到這麼高度 下面就有安裝感應器 變相一有水滲出來 那個感應器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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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們就要找隔壁那邊去幫我們通渠 或者我們自己叫人過來通渠 但我們不是24小時在這裡 要不就變成一間24小時診所 要不就就設定了警告在家裡 店舖還沒開就已經問題多多 關小姐也很無奈 走也不走也不走 留下來我就可能要三、四個月 有一次這樣的問題 我當然希望有人可以賠償給我 然後我當然要走路 要不然你就真的找個解決方案 去這段期間給我弄一條渠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何時開張呢 其實裝修這些費用 我已經沒有七位數字 如果你說再要搞一段時間 如果硬綁死我在這裡三年的話 基本上我自己又不開心 心理壓力也很大 就著事件 我們就向業主查詢 但就未有回復 也不少 我 他說